腿狀解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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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概還是講最常見的後遺症是 如果下顎是做腿狀解骨素的話 會有下嘴唇跟下巴感覺的變化 那潛在的一些風險啊 其實全身麻醉手術包含出血啦 感染啦 或是說 因為我們動手術的位置是離牙齒比較近啦 就是牙齒的一些損傷啦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對於永久性 老實說我們還是提下嘴唇的感覺變化 我們認為是比較永久性 可能手術後一兩年後 可能還是有一些人主觀上覺得 下巴或下嘴唇的感覺有不一樣 那暫時性的傷害 例如腫脹啦 這個是大概是必要一定的啦 開完一定很腫 然後手術會有一些出血嘛 所以這些屬於暫時性的傷害 那骨頭需要一段時間去癒合 那這也是屬於一個暫時性的傷害 那哪些人比較不適合啦 我認為就是 首先你如果有全身性系統的疾病 譬如說你糖尿病沒有控制 血壓過高沒有控制 等等之類 有一些內科疾病沒有控制好 這些情況是不適合動手術的 那另外我們手術通常是選在骨骼發育場所 原則上是18歲以後 所以18歲以下我們 原則上是不手術啦 除非有特殊的考量跟狀況 另外就是抽菸的 我們建議要戒菸才能動手術 所以大概這些族群的人 比較不適合做手術